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治療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是,Della好,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肝臟對於我們的健康來說很重要 尤其中醫方面都很著重肝的功效、功能性 我們經常都聽到有些人發生了一些肝炎 我們都知道有分急性和慢性 袁先生,不如可不可以和我們解釋一下 急性肝炎的症狀會有什麼 以及在同類療法上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它呢 好了,我們今次討論是說急性肝炎 有時候我們叫做A型 Hepatitis acute A型 肝炎其實是一種簡單來說 肝臟炎症 通常在醫學上 目前來說 會說是有些病毒引起的 但也可能是因為藥物或者酒精中毒 令到發炎肝炎 鴿型肝炎通常接觸了污染的水或者食物 或者糞便、血液或者分泌物的傳播 那乙型肝炎主要是透過輸血或者受過污染的針頭傳播 那丙型肝炎主要是發生在輸血之後出現 有一種解釋就是另一種病毒下 導致慢性或者急性的肝炎 好了,在症狀方面 通常人整體覺得很虛弱或者不舒服 有些惡心或者嘔吐、輻射、食慾不振或者發燒 這是主要的症狀 突然之間累了很多 好了,根據肝炎的階段 可能會出現黃膽、尋麻疹或者關節腫痛都可以出現 視乎不同的階段 好了,有些什麼病發症呢? 大家經常都說 肝炎肝炎如果做得不好就會肝功能障礙 出現黃膽、腹脹、肚射 最壞的情況當然可能會致命 肝炎也可以變成慢性病 導致長期肝受損 可能會出現肝癌、肝癌化、脂肪肝等 好了,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我們要留意什麼呢? 要遇到這類病人 第一,看看它有沒有黃膽 眼白和皮膚有沒有呈現黃色 看看肝臟有沒有腫大 肝臟是什麼地方呢? 是我們右邊腊骨下面的 凸出來大概一吋、一應吋 不多的 一般是摸不到的,難摸的 但當它發大的時候 你就會摸到它的邊邊凸出來 是邊凸出來 當然不會凸很多 平時是摸不到的 但當它真的發大 你摸到少少一吋位的摸到的 好了,你按下去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壓痛這種感覺 你可以做這樣的檢查 好了,簡單的同樣療法之一 就是我們肝炎最常用的療劑 就是白屈塞素 Chaladonia Major 白屈塞素 或者是金雞腩 China Officinalis 或者是石蟲 Lycopodium 這三個是比較常用的 好了,如果你感覺到的症狀 是在右肩隔骨下尖的地方 有一種嚴重的痛 這個症狀我會用白屈塞素 Chaladonia Major 如果可能患者曾經有臨病 或者醫院看的疾病 這種情況我們會用 是流酸鈉 Natrum Sulpharicum 流酸鈉 如果發現患者有很多汗水 以及呼吸 是有些異味 而且經常流口水 口水就是有些氣味 這個我就用 融拱 Mercurial Soliballus 融拱 水銀那種 如果病者發現 特別喜歡喝冰凍的飲品 或者汽水 你要考慮用鱗 Fosphorus 這個療劑 好了 在同位療法治療之下 預期的效果會怎樣呢 通常 在同位療法對自然的肝炎是非常好的 有時候 如果你是被確診 可能炎血 痴癌痴癌 發現自己有 那種症狀可能 未必那麼明顯 都諮詢一下同位療法醫生 會盡量幫助你的 但是 急性肝炎是一種嚴重的 傳染性的病 如果你用同位療法 如果沒有送出改善 你應該立即去找醫生去看看 還有 因為 應該是 用得正確的療劑之下 甲型肝炎應該是幾天之內都可以 OK 很簡單 如果你第一次用療劑 試了幾天不行 那你就應該去 試過可能一兩次都不行 應該去找同位療法醫生跟進 因為急性的時候 其實都是盡早處理得很重要的 但是當然 你遇到月型或者丙型 這就不太簡單了 真的要找一個合資格的同位療法醫生 去幫你跟進這個問題 好 個人方面有什麼可以做到什麼呢 當然第一件事 就是去做肝炎的檢查 看看你確定你患的那種是哪一類型 是甲月丙 很多時候 一般的公共衛生部都要你申報 就是有這種問題 在自己的飲食方面 盡量清淡 低脂的 吃多些生果蔬菜 尤其是紅菜頭 紅菜頭 紅菜頭 這是清乾的 其他就用維他命C 每天吃三次 每次差不多一千個毫克 比較大量少少的 也有些我們叫做护肝的草藥 肝臟的草藥 包括蒲公英根 奶芥草 還有紅菜頭葉 這些都是有幫助的 這些是一種簡單的草藥 幫你疏肝的 當然也有些是护肝的營養素 我叫Lypotropic Factor 是护肝 护脂肝的營養素 包括半肝胺酸 Cistein 蛋胺酸 Mephyolene 還有Gason Inositol 這些多些營養的產品 是幫助分解 肝臟的脂肪 OK 當然了 如果你自己有些肝炎 在未完全康復之前 跟家人吃飯 就要分開你 就不要為他們做食物了 還有跟伴侶進行性行為要安全一些 因為有些肝炎是可以通過性行為傳播的 當然大家的針筒 如果吸毒的人 自己有肝炎的人 如果打針吸毒 千萬不要再用那些針筒 因為針筒方面 會將肝炎傳播 尤其是B型 丙型 穴型 這些會有血液的針筒 是會傳播的 好 跟著跟大家分享 個別的療劑 個別的療劑是怎樣應用呢 第一 白鬱賽素 Chaladonia Major 英文叫做Greater Saladin 通常症狀是肝臟腫大 有些少許壓的感覺 通常這種痛會由肝臟向後延伸到 右邊肩隔骨下方 就是一種反射的痛 症狀通常是右側的症狀 病人通常不是很想說話 亦不想用腦 他亦都內心擔心自己的健康會摧毀 亦都會看到黃膽皮膚或者眼白都呈黃色 通常他會喜歡飲熱的東西 就會舒緩那種惡心和嘔吐 還有訓便方面 通常是黃色或者黏土色的大便 或者球形狀或者輻射 這個是白鬱賽草的主要阵型 另外一種是甘雞蠟 甘雞蠟 甘雞蠟 甘雞蠟是第一種甘雞蠟的療劑 症狀方面是右肋骨下 有肝臟痛 就是右肋骨的肝臟 肝臟有腫痛的感覺 亦都有黃膽和輻射 大量出汗 尤其是晚上 通常他是身體流液之後 就是出汗之後 輻射之後身體更加差的 情緒方面是屬於悶症 容易生氣 而且是很敏感和很情緒化的 有時候有機會聽到他平時 或者發夢 想到眼光光睡不著的時候 就想到腦袋有很多事情想的 很多偉大的事情要做 但還有時候 他自己有種被人迫害的感覺 記住肝臟皮的肥臟都會有腫脹 還有打壓 放出來的味道是苦的 口苦苦 無法舒緩的 腹脹 這個就是甘雞腊的症狀 另外一隻是石蟲 主要的症狀是腹部的脹氣很厲害 脹氣有很多氣 腹骨下的下方肝臟痛 因為肝的位置 還有肝臟痛有時候 就會由右邊轉到左邊 穿過腹部 由右去到左的 這些人 石蟲營症狀的人 通常吃少少東西都很脹的 很飽的 雖然很餓 但一餓 不能餓 要去吃東西 但一吃少少東西 就會脹的 通常這種人 自己覺得有時間的 下午四點到八點 整個人覺得差一些 所有症狀都會差一些 這種人的性格方面 是有少許缺乏安全感 沒什麼勇氣的 但他又不想被人知道 有時候會裝得自己很厲害 但其實他內心世界 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厲害 所以有時候內心的恐懼 但表面要弄得很霸道 就是這樣 即是一種bluffing 好像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其實他不是那麼好的 這些人喜歡吃甜食 喜歡喝熱食 和室溫的飲品 和其他療瀨 例如鱗型的人喜歡喝凍食 石蟲喜歡喝暖的食 什麼令他病情更加好呢 吃東西舒服一點 因為他餓少少的人很不舒服 沒有力氣 疼疼症 所以要吃點東西 還有熱的飲品和藥氣 病情更加好 這就是石蟲人的主要症狀 接著另外就是熔拱 Mercuris Solabellus Mercury Vivus 都是這一類的 當然仍然是肝臟腫大 觸摸或按牙會很痛 肝臟的劇烈痛 會延伸到脊椎那方面 水銀的人比較多疑 很難觸摸 還有會出現少量的黑色帶血的尿液 有時候尿液也有些症狀 大便呈綠色或者黏稠 喜歡吃的東西 喜歡吃麵包、牛油 晚上和冷也好 就像水銀一樣 對凍熱也好敏感 體溫就是這樣 晚上會比較差 這個就是熔拱的症狀 接著就是硫酸鈉 Solab Solab 一樣 肝臟你觸摸它痛 即是觸摸它也覺得痛 有時候肝臟有些劇烈的針刺痛 OK 這些人很可能過去 經常吃了很多零售的藥物 自己在藥財店自己買 吃很多這些藥物 劉酸鈉的人很怕潮濕寒冷的天氣 怕濕冷的 人的性格通常是傾向抑鬱 甚至乎有些自殺的念頭 那些人不喜歡穿緊身衣服 腰部勾著很不舒服 會經常放下屁 膽質有些是一種膽質性的黃膽和嘔吐 膽出來的分別都是水汪汪和黃色 也有很多時候 NetSouth這種症狀的人 曾經是頸部受了傷之後的後遺症 他可能頸部受了傷 你不一定有肝炎的症狀 但也可能肝炎的症狀有出現 他喜歡吃酸的乳酪和酸味的食物 這就是流酸鈉的症狀 最后就是淪 淪型的人通常是肝臟是脹脹的感覺 肝臟又大又硬 黃膽 他很喜歡喝冬飲 尤其是汽水 碳酸的carbinated drink 是碳酸的飲品 淪型的人很有趣 高高瘦瘦 性格很開朗 很有同情心 很友善 很外向 很喜歡結伴 很喜歡玩 很多人陪伴 喜歡玩 在社交方面 是social butterfly 他喜歡喝冬飲 但有時候 他喝了冬飲之後 冬飲品在胃裡變熱之後 他就覺得作嘔 暖了之後不行 冬飲就可以舒緩胃痛 他喜歡喝汽水這方面的食物 喜歡吃鹹的食物 朱古力 雪糕 新辣的食物 他都很喜歡 什麼情況可以令病 感覺舒服一點 睡在左邊舒服一點 sorry 更加差一點 睡在左邊更加差一點 睡在右邊比較好一點 OK 熱的食物 令他沒那麼好 冬飲他覺得舒服 這就是輪型的症狀 就是這樣 好 醫生一連串介紹了幾種療劑 就是處理急性肝炎 剛才說過 可能是病毒性 或者是我們吃了一些受污染的食物 而引起急性肝炎 亦是甲型的 不是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 就是比較長期的 慢性的月型 或是丙型 而急性肝炎甲型 是會有傳染的 所以我們學會了療劑之後 能夠上備了療劑在家中 或者手上 真的不幸運出現了 或者家人出現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亦都可以立即及早處理了 就不要讓他發展到 去到一個惡性 甚至乎可以傳染給其他的家人 這樣來受苦 所以 家中常備一些 我們這個家庭的急救治救療劑的痛狀 就可以幫大家解決到很多一些 健康上一些急性出現的問題 而不需要那麼擔心 引起後遺症的情況 多謝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與袁醫生預約做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想查詢有關同類療劑 或者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我們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掰掰 掰掰 I-mail.com I-mail.c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